妳常常腰痠背痛 冠性後抹一邊 妳要先去考慮就是 第一個妳的姿勢上 有沒有習慣性的一些 不正確的支撐 妳冠性用哪邊 所以是一些勞損的狀況 如果不是勞損的狀況 妳要開始考慮說 如果一直痛 而且越來越嚴重 要去看醫生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說他也覺得很怪 他一天到晚站久了就覺得 腰痠背痛痛得要命 他有點年紀了 後來去檢查發現 他非常非常嚴重的骨質疏鬆 所以其實有很多種可能性 但是如果說 妳發現妳改善妳的坐姿 然後開始做一些舒緩 都沒有用的情況下 還是應該要去看一下醫生 腰痠背痛會骨質疏鬆 他是骨質疏鬆 所以才成績 他是骨質疏鬆 然後讓妳腰痠背痛 對 像很多腰痠背痛 很多女生都會有那種 脊椎側彎的問題 可是都一定要去找醫生 才能檢查說自己有脊椎側彎 還是我們自己也能檢測 有沒有脊椎側彎的問題 一般來講 他們會簡單的檢測方法 是說叫妳用前彎的方式 就是說前彎的時候 請人家幫妳看 妳兩邊對不對測 或妳脊椎的紋路 對 可是這樣子 通常只能稍微看得出來 而且有些人他其實不是側彎 他有時候已經高低很明顯 是因為他長期的錯誤之勢 他兩邊肌肉已經是不平衡了 所以我建議說 這個情況下還是給醫生看 他們才能明顯知道 妳有沒有側彎之外 會知道妳的角度 因為他們會依據妳側彎的角度 來決定要不要進一步治療 或怎麼處理 我還聽出一個最可怕的說法說 腰痛了半天 貼一大堆痠痛藥膏 結果是腎病 有 其實我自己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前一陣子也是腰痠 痛到妳知道真慘 我真的什麼疼痛都不 妳是酒病成癢 不是 我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還掛急診 就是因為一直覺得 覺得這個痛 而且痛到妳的吃止痛藥都沒辦法 然後後來是因為說就是結石 結石導致這個腎臟水腫 所以會痛到腰痠背痛到妳沒辦法 所以有一個腎臟科醫師就教我說 妳可以這樣子 就是妳身體微微側彎 然後妳手是空的 然後妳打一下這邊 垂一下 如果妳會覺得很痠 妳左右 因為腎是左右兩邊 所以妳要輕輕的垂 如果妳會覺得很痠的 那妳可能要注意到 妳可能腎那邊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後來妳知道 對 有可能是結石 或者什麼毛病導致妳腎的水腫 或者出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一直注意 注意這樣子 妳要垂一下 如果妳卻痠痛 那就是要注意的 要看醫生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拳擊常常打這邊 對 肉真的會受傷了一點 對 腎臟攻擊 對 輕輕的 妳會幹嘛那邊 人家以為打臉才會有事 妳剛剛常常突然間這樣 一打過去 腎臟就破裂了 腎臟就破裂了 破了它就會很軟 很恐怖的 那個是合法的嗎 它這樣打壓 是 因為妳看拳擊 它這邊的護腰是 比較厚 它有護墊的 就是怕妳那個腎臟被打破 腎臟打破裂 對 所以打那裡是不行的吧 違規的 可以 可以打的 那是有分數的 有分數 對 這邊都是有分數的 都有髒 對 我跟妳們講格鬥也沒用 還是不要玩 謝謝老師 怎麼樣 對 所以腰痠背痛這一個 當然就是妳可能 我覺得上班組很多都是因為久坐 或姿勢都沒有改變 所以在肌肉局部的地方 造成肌肉僵硬 造成痠痛也會有 有些會麻掉等等 所以我覺得可以適當的按摩 不過妳適當的按摩的時候 妳可以擦一些舒緩的產品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是這個霜 這個叫關鍵霜 就是它擦上去它是草本 它會涼涼的 而且會舒緩 很舒服 如果說妳是長期可能久坐 妳的肩頸很痠的 擦上去它很有舒緩的功能 老師要不要擦擦看 我幫妳擦 老師我幫妳擦脖子嗎 好 擦一邊就好了 好 很舒服 這個地方 你看看清清在地上 而且味道是很舒緩的 尤其是這一塊有沒有 肩頸的 你在旁邊配什麼網路區 其實我覺得 有 開始有涼了 我最近過敏 都不在癢 這邊我沒有猜 我猜這個可以看 肌膚之間 有舒服 活強亮的那種 這給自己一點舒緩 不過妳如果真的是長期 因為哪裡要跟不動 還是要找病人 舒緩 對 對 今天聽了這麼多 因為現在人好辛苦 工作壓力 生活壓力 竟然還到處痛 對 那麼很感謝這些專家 分享的一些PayPal 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